天文台最新风暴消息 大澳的海水高度已经上涨至海淘基准面以上3.7米 引致低沙地区出现严重水浸 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低沙地区 在过去一小时 长洲和高沙的海水高度 已经上涨至海淘基准面以上3.7米 引致低沙地区出现严重水浸 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低沙地区 在过去一小时 长洲和高沙地区 和岸平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 每小时126和123公里 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154和207公里 防风措施报告 屋内门户必须关紧 小孩要安置在不当风的地方 千万不要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 窗满玻璃已经遭受大风的压力 如果再受物件撞击就会破裂 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窗户 并且预早选定一个安全的地方 以防玻璃万一破裂时可以躲避 除非毫无危险 现在不要修补破裂的窗户和门户 倘若峰眼直接略过本港 风势会停息数分钟至数小时不等 但具有破坏性的风力 随时会突然恢复 从另一个方向出来 不要离开有遮蔽的地方 同时留意风向转变 请留意有关热带气旋警告的广播 因为海面有巨浪及涌浪 市民应该远离岸边 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外出人士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回家 请即找寻安全地方躲避 直至危险过去为止 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 可能受到天气影响 旅客前往机场前 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 有关最新天气消息 请留意电台或电视台最新的天气广播 或浏览香港天文台网页 这一节风暴消息 报告言不 1点 雷霆881 新闻报导 现在由屈敬轩布道新闻 10号巨峰信号仍然生效 天文台说 天甲即将在珠海登陆 逐渐远离本港并开始减弱 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李志祥说 当巨峰不再影响本港时 天文台就会改发8号信号 由于现在香港的西南部 仍然有受到巨峰的风力影响 当巨峰的风力再不影响香港的话 这些文台就会考虑 改发8号列宫或暴风信号 由于香港今天受到天甲的风暴潮 和涨潮的同时影响 海平面明显比正常高 我们在珠鱼冲陆岛 今天早上最高是去到3.6米 而在大鳥山的大澳 我们过去小时也都录得 水平面上升到3.7米 天地方面我们看到天甲的雨带 仍然影响香港 所以我们预计今天香港仍然有风大雨 而海方面 海面仍然的海浪非常大 以及有涌浪 所以市民应该远离岸边 和停止水上活动 本港受到天甲吹集多处出现严重水浸 在大澳 海平面达到海淘基准面3.7米或以上 有居民说水深及湿 即使事前加装了水闸 作用不大 有水涌入洗手间和厨房 部分居民要疏散 在里园门有商户表示 水位教平时高了几米 居民无法外出 即使门外堆放了沙包 仍然有水涌入屋 电力系统调制 电力公司机员无法即时进入维修 有海鲜商户就说 只能够眼白白地望着海鲜 缺氧死亡 而港都幸花村对开海面 就卷起大浪 不时拍打上岸 最高有几层楼这么高 波及近海低层的住宅单位 屋院也出现水浸 其中盛泰路水深及湿 有海水涌入地下的停车场 但仍然有市民 仍然到岸边堤落 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 吹巨风至暴风程度 冬至东南风 稍后风力逐渐减弱 密云 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 海有巨浪和涌浪 展望未来几日仍然会有骤雨 10号 以下汽船警告信号生效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 预料香港会有狂风雷暴 虽然暴雨警告已取消 但市民仍需警告有关河道泛滥 可能带来的危险 现时气温27度 相对湿度90% 黄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 香港邻近海域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巨风 南澳以南以及沙面以南吹烈风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岸以南吹强风 天气开放在正午12点 强台风天甲集在北位22点0度 东京113点6度附近 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 约为每小时175公里 预料向西北边西移动 时速大约25公里 移向珠江口西面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液预测 香港邻近口域吹冬至东南风 达到12级 有频密狂风大骚雨和雷暴 海有极巨浪 南澳以南吹冬南风7至8级 有频密狂风大骚雨和雷暴 海有巨浪 沙面以南吹冬南风达到8至9级 有频密狂风大骚雨和雷暴 海有极巨浪 香港以南吹冬南风达到12级 有频密狂风大骚雨和雷暴 海有极巨浪 沙提以南吹西北风达到12级 潜传吹西南风达到12级 有频密狂风大骚雨和雷暴 海有极巨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 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 有凌散狂风骚雨和雷暴 华南与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旺南岛吹东南偏南风10级 能见度7公里 山头吹东风2级 能见度20公里 冬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 能见度7公里有雨 黄茂洲吹北风11级 澳门吹东北片北风12级 能见度900米有雨 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 能见度14公里 2点 雷霆881新闻报道 现在有陈市民部队新闻 10号巨峰讯号仍然生效 天文台表示天甲已经在珠海登陆 逐渐远离本港并开始减弱 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李子强说 天文台即将改发8号讯号 在下午的2点钟 强台风天甲 习击香港以西大约110公里 天甲已经在澳门以西的珠海登陆 预计它会逐渐远离香港 天文台即将会改发8号的 东南烈风或暴风讯号 天甲今早影响我们的时间 香港的海平面明显比正常高 在风暴潮和漿潮的影响之下 今天早上浙如冲的最高水位达到3.6米 而是过去一个小时 我们在大澳山大澳陆岛的最高水位 都达到大约3.8米 从图像看到 天甲相关的雨带仍然都影响着珠港后一带 我们预计今天我们 香港仍然下午仍然都会受到天甲的雨带影响 是会有降风浇雨的 今时海面的情况仍然都会有大浪和浓浪的 所以市民应该尽量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的洞 在台风下 港岛杭花村对开海面卷起大浪 不时拍打上岸 最高有几层楼高 屋寸停车场严重水浸 由陈叶辉在杭花村报导 是 我现在就是在杭沙串这儿 中午过后风势和雨势都已经盘获了下来 海水倒灌的情况亦都停了 但是静态道仍然被水浸住 有部分的地方是水深吸湿的 有时就死火停在路边 路上的水面浮起了一些断了的树枝垃圾 路边的雪糕桶都吹到塌了 不少人都走上街头拍照 不少居民说回打风的时候 都说没有想过水浸会这么严重 有市民在大风里面连车都开不了 海濱的海浪不时也拍打岸边 浪回去有几层楼高 分不到陆地和海面 很厉害 从来都没有见过像海啸一样 还有停车场那边是入水了 我看到那时候我不是拍过停车场 最深水的时候我不敢出街 其实我是被风吹到大声 我是吹醒了 家里好像在乘飞机 风在那里吹吹的声音 其实在家里也觉得不太安全 横花村的儿童游乐场就成为了一片砸锅 海滨长廊一片泥铃 地下停车场在大雨期间 有大量的雨水和海水湧入 就好像瀑布一样 整个停车场没浸到沫顶 有泊车在停车场的车主感到狂煌 看到了 我的车就在一边 但现在已经笑了 现在很哭了 看到人家WhatsApp 才知道原来已经到了这种情况 我最初都是只见到水线 第一个照片 现在都没教了 管理公司派人来到停车场用水泵 抽走一些水 也有市民自拍在城泰道 逃走清理淤湿的渠口 拿山上来的东西除了有树叶树枝之外 还有胶瓶、发泡胶 还有街灯的灯灼 现时的水位已经退却不少了 我在这里的报道这么多 稍后再加回新闻部 谢谢陈月辉